哈喽,大家好,我是鬼哥,我们继续来欣赏网友投稿的精彩操作视频啊,然后在网友的做空白 第一回合,直播直水啊,被人捧起来了,捧起来又被插起来了,插起来之后又被捧了 再一套下来好可怜,然后一个分身躲遍,来消了一斤的LPA,诶,已经跑了,然后一个电,电完之后来一个分身,回手抛 轨道真的看不见了,然后这个电门迈得开,直接就被人捧了,哎呀,好可怜啊 看他分身完之后,被人捧了十几秒,piu了一下,又是回手抛,抛完之后又没了 这个是真尴尬,这个直播直水的普通,真的是可以捧捧得到,普通不通就是,他套来套去,什么,傻来傻去,傻来就傻来,打不着 这叫什么回事,又来一下,哎呀,很尴尬啊,这今晚奈特开只能说他扣倒霉了,刚分身完,是吧 你要是回手抛他两下也好,还好,我认识后反而非能够逃门啊 接着我们来看其他比赢,其他比赢,第一下没有打到,后边锐轮,打起来有点关差,分身,被躲起来,然后最后一发大招,天上被能弹起来 弹起来接着一个机能,哎呀,哎呦,已经进入保护状态去了,还能被人掏起来 哎呀,这个其他比,好预谋了,咦,砸起来了啊,这时候看一下分身,哇,又挫插了,又被弹起来了 啊,放了只蛤蟆,哦,这个这个,哎,哎呀,还想连他,但是没有连到,其他比又飞起来了,哎呀,刚飞起来又被人被偷了啊,好尴尬啊,这个普通,他没有 技能用分身,或者说刚刚分身完,直接用技能,所以就好了,是吧,最后被人给掏来掏去,掏来掏去啊,再掏啊,掏啊,掏啊,掏,那感觉,哦,这下是终于顶了一下,好,再来一口鼓噴死了,啊,这个,银桌子水里的东西,这个,银桌子水里的东西,这个,银桌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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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银桌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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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银� 最后就不见了 没有分析 要被水传染了 在里面 听闻的话可以连招了 这个大招命还要比较好的 还要凭A 如果的话 两个电源刚好有进入他不用 看你们看 说他不用还要 这时候才有用 如果他就比较热了 说最不处的 这个打一下已经能打 好玩呢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